最近有些人会问我 现在贷款利率这么高 那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些现金流极高的房产呢 那其中一种叫DHA的房产 这种房子一般比较新 表面上看 这种房子看着好像是挺好的投资 因为它租金回报很高 不用自己打理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说 一定要在完全了解它的属性之后 才做出这个决定 今天我们就会来探讨 这类澳洲的国房住宅 看一看它们的优缺点在哪 那希望可以帮你能够有全面的了解之后 才去决定是不是适合你自己了 我是法兰克 希望透过分享我对澳洲房地产的知识 可以帮助各位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抉择 第一次来看的朋友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了 我会每周和大家更新澳洲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以及分享对你有用的知识 DHA的全称是Defense Housing Australia 那中文呢 可以把它翻译做澳洲国房住宅 那它们其实是根据1987年澳洲国房住宅法案 去建立的一个企业 那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给澳洲国房军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住房 以及相关服务而成立的一个机构 这类型的房产呢 遍布澳洲各地 那在新州昆州以及北领地呢 一般会比较多 那通常呢是会建在离军事基地30公里的范围以内的 这类房产呢也不针对自助买家的 因为他们就是要来长租给国防部人士的 很多人会把这类型的房产和NDIS的房产混淆 那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房产类别 自然性质也是很不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你对NDIS房产也想了解更多呢 可以参考我之前出的这个视频 那对买家来说 简单来说买DHA的房产 就是要把房产长期的租回给DHA DHA呢再帮你租出去 给你一个所谓固定的租金回报 那基本上就是包租的性质 那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呢 就会觉得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了 但是它是不是好像表面看来那么好呢 那我们来看看这类房产的利与弊了 首先呢它的好处是有以下两大点 第一是包租 整个过程房东是会把房子呢租给DHA 那处决于房产的种类啊 租期可以从3到12年不等 那对于希望拥有长期稳定租金收入的投资者呢 确实会比较吸引 就算期间房子是没有租客 DHA是会照样为房东支付市场租金的 因为DHA它就是你的租客啊 第二少维收的烦恼 在租期以内呢 DHA会负责大部分非结构性维修的费用 每当有租客搬走的时候呢 DHA也会负责确保维护房子的状况 那有些情况甚至还会帮你翻新呢 在空租期间呢 也会派人定期的维护花园和草坪等等 那对于一些根本不想烦的投资者呢 可以说省心又省力 但是注意啊 正常的失证费啊 水费 土地税 保险费用这些呢还是需要房东自己支付的 那光是这两个优点呢 相信已经对很多投资者非常的吸引了 导致呢很多人会忽略它的一些缺点 所以大家千万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它的缺点呢 可以说比优点多得多了 那它的缺点呢包括 第一点呢就是一般缺乏capital growth 资本增值 DHA住宅的位置通常仅限于离军事基地 30公里范围以内的 那这些是需要安置国防人员的区域 而通常呢都是位于人口比较输少的地方 这些地区呢缺乏长期资本增值和租金上升的动力 那虽然在房地产黄金期的时候 也可能会有一些增长啊 但是在正常的市场里面 还有长期持有之后呢 增值一般表现会比较差 第二呢就是需求不够哈 那说到增长呢就离不开 对这类房产的需求因素了 既然带有长期的租约 那当房东想要出售的时候呢 就很自然会排除掉所有自助买家 面对的市场会变得十分的狭窄 因为要知道在澳洲自助买家是占多数的 差不多等同于会放弃掉70%的市场了 而投资者里面也不是很多人接受这类房产 再加上地理位置 一般情况不是那么好 那可想而知要出售并不容易 特别如果你急需要变卖套现的话 这类房产的流动性会相对比较差 第三呢就是租约上面缺乏掌控性 在你把房子签给DHA的条款里面呢 一般会写明他们可以随时通知你 他们要取消协议的 但是作为房东你却没有这个权利 意味着就算一开始他告诉你是十年的一个协议 他们也可以提前取消的 那作为买家你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风险在哪 也要查清楚如果没有DHA他包租 那普通出租在这个区是否容易做到呢 另外在协议里面呢 还会包括了一个可变的延长期 由DHA自行决定使用 并且呢可以把租期再延长三年 第四就是租金的调整了 DHA每年会找持牌顾驾师进行独立的评估 并提出增加或者持平 甚至降低租金水平的建议 那所以不要以为租金会一直维持在同样的水平了 第五就是管理费极高 市场上正常的出租管理费一般会在5%到9%左右 而DHA房产呢管理费一般是会高达16.5% Townhouse或者unit也要13% 那既然他们帮你做了正常的维护啊 自然要收取更高的费用了 所以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 然后反复进行计算 否则很有可能呢会吃掉你大部分的现金流 那以上就是考虑DHA房产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个人呢对这类房产不是特别看好 就算它看起来现金流是不错 但是呢因为太多不可控的因素了 更重要的是它很难带来长远的升值 所以呢我自己是不考虑这类房产的 因为市场上有太多更好的回报的选择 我也不太鼓励大家只为了现金流去选择投资房 那当然这个呢也并不是理财的建议 还是要看你自己投资的目标是什么 这种类型的房产呢 是否适合放到你自己的portfolio里面 这个才是最关键 那如果你有买房的需求 但是并不确定 接下来要怎么做 欢迎你把你的情况和联系方式 发邮件到这个邮箱 或者家务助手的微信 我们会尽快给你回复 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到你 那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点个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了 那记得适合其他人的投资方案 不一定适合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